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6月3日 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某造船基地 并没有传来003航母的下水消息 航母依然待在原来的船物里 甚至没有悬挂满旗安放国旗 据说旁边的管理台也没有搭好 为何003并没有按照预定节点下水 其实按照网上不少大佬透露出的只言片语 003的下水节点因受上海疫情影响 日期被迫延后 而所谓的6月3日这个节点 一方面只是大家自行猜测出来的 上海海事局发布通告称 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港池深挖工程作业 因作业需要延期至今年6月30日 这显示003航母可能延期至6月30日下水 7月1日是建党纪念日 003届时或将作为七一县里正式亮相 对于新制舰艇来说 下水作为一个重要的建造节点 是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限定条件的 不完成相应的要求是不能下水的 而下水本身也要满足一系列前置性条件 严格按照相应的技术规范实施 而003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咱也不好说有多少准备工作没有完成 有多少检查还没有做完 或者说检查之后还有多少问题需要微调 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 003好事未到 6月3日 美空军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逼近上海 沿着中国大陆东部海岸进行抵禁侦察 最近时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不到29海里 其电子接收设备拥有极大的宽频接收能力 其目的就是来上海搜集003航母的电子信号的 为以后的任务提供支持 这说明003航母已经装备了部分雷达系统和航电设备 这才引起美国高层授权侦前来侦察 没想到铺了个空无功而返 此前大肆宣传的下水日期 很可能就是用来迷惑美军的 这也表明美国的挑衅态度 我们正在过节 美国就搞起了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此次演习将有来自26个国家的4艘潜艇 38艘水面舰船 170架飞机 2.5万人参加 美国之前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 本就是为了围堵中国而诞生的 环太军演再次提出相似概念 不过是将印太战略延伸到军事领域 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 日本宣布 二战以来的最大规模航母编队也要出发 6月4日 日本准备派遣现役人员驻扎台湾省 以加强情报收集能力 但为了避免彻底激怒我们 他们暂时派了一名文官 针对日本的行为必须保持警惕了 为此中国侦察舰已到位 你们能看我们的 那我们也能看你们的 而且是一次性 把26国军舰全看完 美国近期在台湾玩得有点过火 中国大陆肯定做了一些动作 所以美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防御性的搜集电子信号 加入不支持台独自演 003下水 这固然是我军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不错 但海军其他方向的发展也一样是值得关注的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山东舰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大批无人机 至少有两种具备垂直起降力 一种是设在成都的中国纵横股份的CW-20无人机 CW-20的机身长1.8米 翼展3.2米 最大起飞重量为25公斤 通过无线电指挥的作业范围可达35公里 其最大特色之一是既可以垂直起降 也能水平飞行 其最大任务载荷为2至3公斤 续航时间为180分钟 巡航时速为100公里 抗风能力7级 实用声线4500米 山东舰上的另一种无人机 似乎是中国电科的翔翼CSC-005 固定翼四旋翼混合布局无人机 它带有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 最大起飞重量约为21公斤 最大活动半径约50公里 单看这些无人机的性能指标 它们并非高端无人机 报道称 具备垂直起飞功能的无人机 可用于在航母编队、不同舰艇之间 运送有限数量的货物 包括关键备件或医疗用品等 美国海军去年已经尝试使用这类无人机 执行相关任务 另外 这些小型无人机也可能作为中国航母测试 针对小型无人机防御能力的假想敌 后者正成为各国海军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它们可能为山东舰等中国航母提供明显的潜在优势 包括在航母周围提供针对各种威胁的监视 或者为航母打击群提供额外的态势感知能力 此外 通过协同作业 特别是作为完全联网的风群无人机的一部分 它们可以相对快速地清理航母周围的大片区域 美国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 但进展相对迟缓 以至于率先在中国航母上出现了 由此想到 如今中国军迷常说的那句话 美国负责幻想 中国负责实现 上月末在黄埔造船厂开工的 我军首艘大型无人作战艇也非常有意思 从外形上看 这个三体设计就颇有一种缩小版本的 美国独立级滨海战斗舰 与TTG-1000驱逐舰混血的样子 采用了后清式的穿浪舰手 高度隐身的设计 一个相对于舰体规模而言相当宽大的舰桥 以及利用三体结构撑起来的巨大的尾部直升机甲板 从外形上看 就是我军之前在防务展上展出的一款 300吨级无人多用途水面作战舰艇的自用版本 舰桥上至少安装了四面相控阵 另外在舰尾设置的甲板 显然是给无人直升机准备的 那机库自然也就要给配上了 该船应该是有拖夜式声纳 具备对前探测能力的 这也应该是预留了航空作业能力的原因 用来对前探测和对前作战 武器只有停手安装的一座武器站 上面安装了一门机炮 以及数发轻型导弹发射架 侧面可能还有数个内藏式鱼雷发射管 这和美军最近在发展的无人舰艇作战平台 以及分布式杀伤实际上是类似的 在实战环境之下 作为一种前沿的情报节点存在 单纯的依靠卫星去引导火箭军等远程火力作战 是非常不可靠的 必须利用飞机与舰艇等方式进行补充与确认 这种抵近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交给这种具备远洋能力的无人舰艇就不一样了 这种舰艇本身规模就不大 配合隐身设计非常难以发现 而安装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以及其他的态势感知设备 又能有效的作为补充手段 发现敌人的飞机 乃至是直接找到水面舰艇编队 对他来说 用来承担打击任务的火力 是来自遥远后方的火箭军反舰弹道导弹们 以及055与052D这些驱逐舰上的舰载高超 这样一来 能给我军的远程反舰作战 带来巨大的效能提升 顺便提一下 近期印美表示 中国已掌握反高超拦截系统 而美国甚至还没有高超导弹可用 而在和平时期 也可以作为一种长期部署 在南海当中补充我军的巡逻机 以及近海返潜舰艇 作为常态化的堡垒区 巡逻力量存在 在战时 他们当然也能承担同样的任务 让海狼与弗吉尼亚进不来 而且这种规模的无人舰艇 那对我国的造船工业就像造玩具一样 要是南海多了三百个泰式感知节点 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当然 这种船也不一定就要以我国的海岸线为基础 部署在周边的重点海域 想要出远海也一样是可行的 船务登陆舰或者两栖攻击舰的物舱当中 也一样可以带上那么几艘 执行类似的重点海区监视和引导打击的任务 或者进行重要出入口的返潜巡逻等等 当然 这艘刚开工的三百吨无人艇 也只是我军首个进入实质建造阶段的无人艇而已 算是迈出的探索的第一步 毕竟装备这种东西 只有有了用了才能知道怎么用 然后进一步的发展到好用与会用 我军的无人舰队显然在初步的尝试之后 会走上更快速发展的道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